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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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于家里只有德水一个劳动力 他在赚钱的同时 还要分心照顾年幼的张昌 生活过得很艰难 德水每天忙忙碌碌的 家里余钱还是不多 有一次德水回到家时 看着张昌胳膊红红的 正在用凉水泡 德水心疼的连忙问道 昌儿 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般红肿 父亲 我看你每天这般劳累 就想着帮忙做饭 一不小心打翻开水被烫到了 不碍事的 张昌笑着说道 张昌说完 向厨房走去 不大会端着饭菜走了出来 让德水赶紧洗手吃饭 德水看着桌上的饭菜 和张昌被烫伤的胳膊 很是心疼 他说要带着张昌去看郎中 被张昌拒绝了 父子两人开始坐下来吃饭 这顿饭 虽然菜很咸 菜也有点佳生 可德水觉得很不错 嘎嘎香 这可是儿子做的第一顿饭 比他外出参加婚礼吃的宴席还要好 为了乖巧的张昌 德水干活很卖力 除了忙过家里的二母弟 闲暇时间他也会上山砍柴 挑着走二十多里路去集市上卖 只要能赚钱的活 他都会去干 他要给儿子攒钱娶媳妇儿 邻村有个女孩叫刘灵儿 家里很富有 有一次外出游玩时 不慎掉入水中 挣扎着求救 喝了不少的水 情况危急 正在河边抓鱼的张昌看到了 急忙跳入水中 将快要沉入水中的灵儿拖上岸 灵儿坐在岸边哭泣了一会 向张昌表示感谢 两人坐在岸边聊了会天 到快天黑才回去 父亲 我今天在河边抓鱼 见邻村的灵儿掉入水中 我给他救了上来 救上来就好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在水中不比陆地 还是很危险的 好的父亲 我会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再出手的 张昌回道 经历此事没几天 灵儿来找张昌完 两人一起往后山走去 上一次落水 真是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说不定我都淹死了 灵儿说道 不必客气 你不会游泳 以后要注意安全 两人到山顶找了个干净的大石头 坐在上面吹着微风 看着远处的风景都很开心 完了很久 两人才回去 后来两人越来越熟悉 互相产生了情愫 在一次游湖时 灵儿主动地向张昌表白 想要嫁给他 灵儿 我家里的情况 你也知道 没什么钱 你嫁过来是要受苦的 昌哥 家里穷不怕 我多带些嫁妆就是 我想嫁给你 不是因为你救我一命 而是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踏实 孝顺 勤奋的人 是个潜力骨 我看好你 张昌见灵儿都这么说了 自己如果再拒绝 那就说不过去了 将灵儿揽入怀中 两人撕定了终身 灵儿开心回到家 告诉父亲自己要嫁给张昌 听灵儿说完 他父亲皱着眉头说道 张德水家里很困难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 门不当户不对的 你嫁过去是要受苦的 父亲 我心意已决 非张昌不嫁 你长大了 翅膀硬了是吧 如果非要嫁给张昌 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以后你也不用回来了 灵儿哭着说 不回就不会 说完哭着跑了出去 他父亲气得把桌子都掀了 离开家后 灵儿跑着找到张昌 此时德水也在 灵儿哭着江家里不同意 他嫁过来的是说了一遍 德水皱着眉头 他很喜欢灵儿 人不但漂亮 而且还很心善 让他当儿媳妇很合适 可此时他家里不同意啊 灵儿 要不你回家再和你父亲商量商量 或者看看其他人 我们家里确实穷 德水试探的问道 灵儿哭着说 他已经决定了 就要嫁给张昌 不用再给家里商量了 三日后 德水为张昌和灵儿举办了婚礼 婚礼时灵儿母亲来了 带了很多的嫁妆 他对灵儿说道 灵儿 你不要生你爹的气了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还不了解他吗 这些嫁妆都是他精挑细选的 他这人好面子 没好意思来 你和昌儿结完婚 回去看看他吧 婚礼继续 张昌和灵儿在相邻的见证下 拜天帝 拜父母 夫妻交拜结为了夫妻 现场很温馨 新婚夜 张昌和灵儿情深深的看着对方 从灵儿落水 张昌施旧 到现在二人结为夫妻 二人感慨缘分的奇妙 聊了很久 还是灵儿说良宵苦短 张昌才吹灭 放下窗蔓 不大会 屋内响起了不可描述的声音 结婚三天后 灵儿带着张昌回家 到家后他父亲将他们迎了进去 仿佛之前说让灵儿不要嫁给张昌的不是他 吃饭时 灵儿父亲告诉张昌 让他好好待灵儿 不要让他受委屈 张昌连忙向岳父打包票 自己定不会辜负灵儿的 吃完饭 灵儿跟着张昌回家了 晚上睡觉时 灵儿和张昌规划着 以后生几个孩子 给他们取什么名字 聊得很火热 两人还计划 将来开个酒楼 张昌是掌柜的 灵儿在家带孩子 没事时 两人一起和喝喝酒小酒 想想都幸福 转眼间 两人结婚半年过去了 张昌听说镇上起庙会 很热闹 便准备带着灵儿去逛庙会 在他们去集市的路上 遇到一只老虎 两人慌不择路的奔跑 一不小心双双跌落悬崖 等到张昌醒来时 发现灵儿已没了气息 张昌急忙背着灵儿找郎中 郎中确认后 人已走了 回天乏术 张昌听完直扇自己耳光 要不是他带着灵儿去集市逛庙会 灵儿也不会去世 他抱着灵儿 大声痛哭起来 灵儿父母听说灵儿去世了 哭得死去活来 亮亮呛呛的来到灵儿的灵堂 看着躺在那里的灵儿 犹如睡着了一般 心痛得无法呼吸 他们实在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不过灵儿去世是事实 众人也不得不接受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 张昌料理了灵儿的后世 将他葬在村子不远的杏树林里 灵儿生前很爱桃花 料理完灵儿的后世 张昌生活没了斗志 他不知道自己奋斗的意义 要不是还有老父亲 他都想追随灵儿而去 由于难过 张昌睡不着 每天半夜 他都会到灵儿坟头做一会 边说话边哭泣 这一哭 就是几个月 村里人听说张昌 每晚都会到灵儿坟上哭泣 都感慨他是一个痴情的可怜人 有一次 一个外乡人晚上赶路 听到有人半夜在坟头哭泣 慌不择路急忙向村里跑去 到村里后 他向村民们求救 村民们听完 告诉了他张昌和灵儿的故事 这才让外乡人放下心来 村民告诉他不必害怕 每一个坟头 里面躺着的都是别人朝思暮想的人 他们不会害人的 外乡人感慨道 是啊 每个坟里都是别人朝思暮想的亲人 鬼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 他感慨自己懂得太晚 时间如流水 转眼间 张昌每晚到灵儿坟上哭泣 已三年了 他决定不再续闲 只要自己活着 每晚都会来看灵儿 有一天晚上 一个路过的道士 见张昌正在坟头哭泣 他走上前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张昌将三年前 灵儿意外去世的事说了一番 自己心里难过 便没晚到坟上哭泣 道士听完 朝灵儿坟上看了一会 对张昌说道 别哭了 你妻子没死 什么 三年前我找郎中确认 无气息后才下葬 还是我亲手埋葬的 张昌听道士说灵儿没死 大吃一惊 疑惑的问道 道士告诉他 不要多问 明天晚上半夜直接去山顶上就是了 张昌看着道士 先锋道骨的 不像是假的 他忙向道士道谢 道士笑着离开了 张昌怀着激动的心情 数着时辰过 查不思犯不想的 就等天黑去山顶 好不容易到天黑 张昌直奔山顶而去 到了山顶找了一番 没看到灵儿的身影 他心里直犯嘀咕 这是靠谱吗 想到道士说道士半夜来山顶 现在可能时间不到 张昌找了个闲眼 干净的石板 躺了下来 准备咪一会 这几年他晚上不睡觉 太累 太困了 不知不觉 张昌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 正在睡觉的张昌被咬醒 一看竟是灵儿 所以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两人抱着哭了一会 灵儿告诉张昌 是一个仙人救了他 那仙人说他刚出关 无意间遇见你半夜在坟上哭泣 一打停哭了三年 他对你的坚持很感动 所以便施展大神通 将我起死回生 送到了这里 听到这里 张昌连忙拉着灵儿 跪下 看着上天拜了拜 算是对着善心的仙人道谢 道谢完 张昌背着灵儿回家 远处的仙人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笑着说道 这一对恩爱的夫妻 现在圆满了 说完一转身 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 灵儿起死复生的事 村民们听说了 都来张昌家里确认消息的真实性 看着灵儿为大家珍茶倒水 都大呼神奇 重生后的灵儿 不久怀孕了 到了日子给张昌生了个大胖儿子 给他取名张雨 一家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着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张昌和灵儿相近如宾的恩爱着 九十五的张昌在灵儿的怀抱中 幸福的去世了 张昌离世后 灵儿当晚也去世了 张雨给父母合葬在一起 村民们都感慨 他们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晚上 灵儿站在山顶 朝着张昌的坟墓看着 自言自语道 人死怎能复生呢 我是师父捏的倪人 看你可怜 与你度过了几十年 现在我的使命也完成了 我也要走了 说完话做一阵烟 消散在天地间 好故事接着看 女子三年不孕 意外发现丈夫不是人 女子装病逃过一劫 北宋年间 庆昌府水头村 是个靠近黄河的小村庄 村里居住着十几口人家 靠着耕种捕鱼为生 今天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灵儿 你怎么来了 快跑 这里危险呀 相公 你别担心 我是来救你的 灵儿说完 将被掩埋 只露出脑袋的刘浩宇 挖了出来 背着就往家走 灵儿的父亲刘德勇 是个干活的好手 种庄稼不怕辛苦 地里杂草清理得很干净 收成自然也好 捕鱼技术也是一流 每次外出捕鱼 都能满载而归 刘德勇年轻时人长得帅气 虽然他父母去世的早 可也挡不住年轻女孩子的追求 邻村的女孩张秀兰意外掉落黄河 被正在捕鱼的德勇看到了 急忙跳入江中 将他救了上来 秀兰被救后 被眼前帅气 能干的德勇吸引 后来向村立人打听 了解到德勇尚未娶妻 秀兰便主动找到德勇 表示想要嫁给他 德勇见秀兰感情真挚 就答应了下来 在村立人的张罗和见证下 两人结为了夫妻 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结完婚 德勇也算是完成人生一件大事 俗话说成家立业 现在家已经成了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多赚钱 立业了 德勇凭借着健硕的身体 使不完的力气 拼命的种地补鱼赚钱 干了大半年 和秀兰两人一合计 除了吃喝 并没有攒下多少钱 德勇是即郁闷又焦急 说好的勤劳能致富呢 自己已经这么没日没夜的拼命了 赚的钱还是不多 有天早上 德勇为赚不到钱的事 心情很烦躁 离开家往河边走去 准备散散心 他吹着微风往黄河边走 在离河边不远处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求救 救命啊 救命啊 德勇听到求救声 急忙寻着声音 找了过去到河边 发现一个男子正在起起伏伏的在水中挣扎 德勇脱下衣服 一猛子扎到水中 往男子身边游去 由于水是流动的 等到德勇游到男子身边 两人已经被冲出了很远 德勇拽着他 两人一起费劲的回到了浅滩 男子获救了 两人躺在河边 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歇了好大一会 男子坐起来 向德勇表示感谢 男子自称叫王永辉 家里经营着酒楼的生意 早上在河边游玩时 一不小心掉入河中 情况危急 幸亏得到德勇的救助 王永辉再次向德勇表示感谢 询问他的家庭地址 表示以后会报答他的 德勇说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 由于是初秋 天色已变凉 德勇带着王永辉回了家 找了干净的衣服 两人换上 还让秀兰给做了饭 让王永辉吃 这让永辉很感动 永辉吃完饭 再次向德勇和秀兰表示感谢 他说要忙店里的事 便告辞离开了 德勇对待救助永辉的事 也没放在心上 他是那种做好事不留名的人 过了没几天 一大早德勇被敲门声吵醒 打开门 看到是永辉带着伙计 手里还拿着一个包袱 德勇将他们迎入屋内 到屋后 王永辉拿出银子 对德勇说 这是对他上次救命之恩的报答 德勇看到给银子 急忙拒绝 他可不是为了要银子 裁救人的 拿一年他不就十个八个的 永辉一定要给 德勇拗不过 便拿了十两银子 把其他大部分的退给了永辉 由于德勇银子没收 永辉说以后德勇抓的鱼 他收够了 家里开着酒楼 需要大量的鱼 德勇听到永辉收鱼 当即表示自己可以提供新鲜的鱼 两人商量好后 永辉便离去了 后来德勇每日给永辉送鱼 刚开始自己下河去抓 后来需求量大后 德勇也会收一些鱼 慢慢积攒了财富 家里生活越来越好 没多久 秀兰怀孕了 到了日子生下来一个女孩 这孩子便是铃儿 铃儿出生时 家里的条件还不错 德勇送他到学堂念书 虽然很多家庭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德勇却认为 无论男女 多识字肯定没坏处 他自己因为家里穷 没上学很后悔 他不会让这种后悔 再让自己的孩子也去经历 铃儿在父母的疼爱下 一天天长大 他乖巧懂事 从不让父母担心 时间如白鞠过细 转眼间 铃儿已长到了18岁 额蛋脸 柳叶梅 身材窈窕 吸引力很多年轻男子的追求 不过都被铃儿拒绝了 因为他心里已经住了一个人 这人便是浩宇 有一次铃儿在逛街 被一个无赖拦住了去路 真郡的小娘子 我看上你了 嫁给我吧 你以为你是谁 你看上我就要嫁给你吗 给我让开 铃儿怒斥道 大胆 张三爷都不认识吗 随从说着就要动手去打铃儿 这时浩宇碰巧路过 他走上前 将铃儿护在身后 大喝道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竟然当街调戏女子 你们还有王法吗 张三嘿嘿一笑 说自己就是王法 说着开始动手打浩宇 不过被浩宇三下五出二的给干翻在地 因为浩宇自幼习武 拳脚功夫很厉害 无赖张三剑打不过 狼狈的逃跑了 铃儿见无赖被赶走 他向浩宇表示感谢 邀请他到茶馆去喝茶 浩宇同意了下来 两人在茶馆中 一边喝茶 一边聊天 经过了解 才知道浩宇自幼父母双亡 他也没有个兄弟姐妹 自己自幼跟着师傅学习武艺 最近刚自己生活 后来 灵儿和浩宇经常一起喝茶 聊天 慢慢熟悉后 灵儿见浩宇人长得帅气 武艺高强 行侠仗义的很不错 有意要嫁给浩宇 浩宇也对他有好感 有一次 两人在郊外游玩时 私定了终身 灵儿回到家里 告诉父母 浩宇就自己 准备嫁给他为妻的事 德勇和秀兰看着娇羞和期待的灵儿 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得到父母的应允 灵儿一溜烟跑出了家 找到浩宇分享这个好消息 浩宇将他搂入怀中 表示以后定会好好待他的 两人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甚至还商量了要生两人小孩 一人抱一个想想都幸福 三天后 德勇为灵儿和浩宇举办婚礼 让他们拜堂成了亲 结为了夫妻 心灰夜 两人深情地看着对方 满眼都是彼此 此时此刻 两人都恨不得要把自己所有的都给对方 喝下和尽酒 屋内的灯被吹灭 不大会 屋内响起了不可描述的声音 一直到天亮才停歇 婚后 两人积极备孕 每日天黑就睡觉 夜夜不错 灵儿对自己怀孕充满了期待 不过事情没有像她想的那般 半年过去了 肚子毫无反应 她知道是还不到时候 又过了一年 仍然没有怀孕 可为了怀孕 她和浩宇就没停过 辛苦的耕耘 日子是出在了哪里 灵儿想不明白 自己身体也没毛病呀 又是一年过去了 有一天 浩宇说她准备外出寻找做生意的门路 好给灵儿提供更好的生活 灵儿本来要跟着去的 可浩宇说外出不安全 当她待在家里 灵儿含着泪给浩宇装好包袱 恋恋不舍地送浩宇离开 浩宇离开后 灵儿一个人闷闷不乐的 家里又没个孩子 很冷清 三天后 灵儿正在吃早饭时 浩宇竟然回来了 灵儿赶忙询问是怎么回事 不是去远方寻找赚钱的门路吗 这怎么才离开家三天 就回来了 浩宇说她突然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回来了 找门路的事 以后再说 灵儿给浩宇做了饭菜 吃完饭 浩宇便上床睡觉了 看着睡觉的浩宇 灵儿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 可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到了晚上 灵儿准备和浩宇继续为怀孕努力 不过却被浩宇拒绝了 她说自己身体不适 过几天再说 灵儿心里很诧异 以前浩宇可是很主动的 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主动一次还拒绝了 她嘴上不说 心里在生闷气 结婚这么久一直未怀孕 现在外面都说 她是个不会下蛋的主 让灵儿很难过 浩宇也没管她 转过身开始睡觉 不大会呼噜声响起 灵儿因为想事情 睡不着 看着屋顶发呆 再有五天 就要大功告成了 到时候就能成仙 哈哈哈 灵儿听着说梦话的浩宇 直到她太累了再胡说 灵儿向浩宇瞥了一眼 意外发现她腿上有鳞片 这让灵儿很害怕 难道浩宇不是人 这时 浩宇翻身 醒过来 看到灵儿未睡 表示想和她行服期之事 灵儿赶忙说自己头晕目眩 病了 浩宇让她好好休息 自己则继续睡觉 第二天 灵儿回到娘家 告诉父母自己发现浩宇有灵片的事 德勇和秀兰大吃一惊 秀兰说她认识一个法术高强的道士 可以请她出手解决 说完 秀兰出去寻找道士 不大会 灵儿带着道士回来了 众人商量好对策 让灵儿先回去 到家后 灵儿坐了一大桌子好吃的 和浩宇喝起酒来 两人喝了两大坛 浩宇喝醉趴在桌上 灵儿赶忙去后门 把道士带了进来 道士到屋后 对着浩宇施展法术 浩宇一阵变幻 竟然变成了一条大鱼 看到这里 灵儿很害怕 哭着说 她怎么变成鱼了 那我家相公呢 道士又施展法术 鱼苏醒过来 看到自己现出原形 急忙恳求道士放了她 经过了解才知道 半年前 这鱼精在河边无意间见到年轻貌美的灵儿 被她的美貌吸引 变幻化成浩宇的样子 把真浩宇藏在了河边的破房子里 因为她不是人 所以灵儿一直未能怀孕 鱼精之所以选择灵儿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 灵儿体质特殊 符合她修行需要 她再有几天 就能修炼成功 到时候一同吃了灵儿和浩宇 会极大增强她的法力 所以浩宇没被杀 听到这里 灵儿感慨 自己发现异常后 装病 躲过了一劫 灵儿询问真浩宇在哪里 鱼精把藏浩宇的地方告诉了灵儿 灵儿急忙出门 所以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浩宇被救后 跟着灵儿回到了家里 此时倒是已带着鱼精离去了 夫妻二人为再次相逢 紧紧的抱在一起 生怕对方再不见了 一个月后 灵儿怀孕了 到了日子 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那些说她是个不会下蛋的谣言 被打破 一家人幸福快乐的生活开始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